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,是茶余边境检查站。这里呢,离茶余县城还有25公里。 今天呢,是大年初二。昨天初一呢,咱们就离开了波密,准备去往西双本那。 咱这次呢,就走这个丙茶茶。因为去年咱也来这块了。 去年走那个丙茶茶的时候啊,上面那个有雪崩,在这块等着大概都有个一个多星期吧,都没有通。 那今天比较好,这个季节是正好是一月份嘛,然后这个都已经撤了,都已经撤了。路况应该是不错的,都可以走。 所以说呢,咱们就走丙茶茶了。 走啊,小伙儿。 喂,王老板,走。 走。很多人呢,到这里,到这里不注意,一咬油门就过去了。 然后就错过这个景点了。 也是我去年在这块等这个,一个就是道口吧,道口开放。 完了才知道这里有一个这么个,这么个景色。 如果要是不在这停留的话,也不会发现的。 这次呢,带王老板过来参观一下。 现在的计划已经改变了。 因为原计划呢,是咱们在那个,在那个西藏啊,带王老板去五大沟。 但由于他的身份证丢了。 然后呢,办理这个边防证了,也比较麻烦。 所以呢,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路。 这期间呢,咱们先去内地吧,先去云南的西方满浪。 如果说顺利的话,咱们可能要去老挝,去老挝。 还有泰国。 那不是老挝,那是老挝。 老挝。 老挝那叫。 那是过。 是老挝。 咱们那个去开车,又是能出国的话,来把那个国际自驾游。 等到玩到三月份吧。 三月份中旬嘛,咱们再回西藏。 那个时候身份证也有了。 边防证也有了。 然后咱们再好好地转一转。 西藏那个五大沟。 王老板心心念念的那个叫陈藤沟,是吧? 嗯。 带着去陈藤沟。 我不心心念念,我不喜欢这个词。 那块有一个叫。 我喜欢吃那个蜂蜜。 吃蜂蜜。 你是熊虾子。 对,他喜欢吃蜂蜜。 咱们带着去那个陈藤沟。 去吃蜂蜜去。 去吃蜂蜜。 这个位置啊,就是一个门。 这块有个门就可以下去。 可以看到这个水墨沟。 是水墨沟吧。 人间其实水墨岩,我给念成沟了。 叫水墨岩,千年水墨岩。 水墨岩石呗,就是这个意思。 然后呢,这是去年还没有这个牌子。 这个牌子是新立的。 咱们现在要顺这个位置。 顺这个位置下去。 要徒步一小段。 徒步一小段往下走。 这就是一个徒步路线啊。 往下走。 往下走到这个谷底。 就可以看到水墨岩的风景了。 这也是咱们走饼茶茶的。 到那个茶余第一道的一个景区啊。 第一个景区。 慢一点,慢一点,慢一点。 往下走。 不累的。 但在这边看起来,这个位置你把那个手机都拿好。 把这个兜都捂住。 因为这块是一个大峡谷。 万丈深渊。 是很吓人的。 离远一点,离远一点。 上我这边来。 很吓人的,看了吗? 什么眼? 好看。 看了吗? 真神奇啊。 它能打磨得那么圆滑。 我得拽着一点,我害怕。 所以能把岩石打磨得那么圆滑。 对啊。 真神啊。 走走走走,往下走。 这就叫以柔克钢啊。 对啊。 水。 大自然里面蕴藏着很多大道理我感觉。 对。 净水流水。 哇,看到没影了。 这就是水墨岩。 王老板上那块去了。 王领导胆子太大了。 他敢去那么那么高的悬崖。 峭壁。 太高了。 太危险了那里。 我是不敢往这走。 风影这么大。 他就像虎似的,就像傻似的。 我领他出来,我是最担心的。 哎。 你敢去吗? 我帮他,你敢去上这站的吗? 风声老大,飙上我嘚嘚嘚了。 我可以远点。 那早吧,我得走了。 出门在外呀。 哎呀,我是最心命的。 你看我长的磕身。 但是我是最心命的。 嗯,可以探险,但不能冒险。 一失足疼千古恨 咱上下边能看非得跟上边 那块想看咱用无人机爬一位 非得人往那块走 大老爸 这路是不好走 这下边还有撞住棚吗 看看 我来这里了 在这个角度看 太美了 看看 这里 这个水啊 它就像钢笔水一样那么来 看这个水墨盐 这个石头 被水冲刷的多么的光滑 这个水虽然温柔 但是呢 温柔是把刀啊 女人如水啊 看来女人真的可怕呀 这都是水冲的 看 像墨水一样了 看这个 我上这块儿来了朋友 我上这块儿来了 有吗在那儿呢 黄老板在那儿呢 黄老板在那儿 哈哈 看看 这水我看得好深好深太害怕了 身不见你的样了 太美了 太美了 我现在就在这个位置呢 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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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就像一个马鞍子似的 看不起 我现在这个位置就像一个马鞍子似的 特别好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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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这期这个风景啊 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喽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